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有一个朝代 一半以上姓氏在那时形成 一半以上成语在那时产生 一半以上行业的祖师爷出自那个时代 那时产生了教会我们李毅林史的孔子 著作《道德经》的老子 教我们如何打胜仗的孙子 还有法家的列祖列宗 丸子 荀子和商鸯 这个朝代就是春秋 春秋五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三百多年的历史 又有多少无以尽数的英雄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故事 让我们在春秋这个百家争鸣的舞台上 重新观看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 和感人肺腑的历史人物吧 上回和您说到 管仲率领鲁军 赶到林渠这个地方的时候 正碰上豹书牙和小白 率领自己的军队 在地上埋锅造饭呢 大家都知道 现在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是权力 小白当然着急了 恨不得马上爬完这起口饭 就直接奔回自己的祖国 去抢国军来做 但是这一切都被管仲算到了 他赶到了这个地方 堵住了小白 一到这儿 管仲就叫战车停下来 自己乘一胜车 往前走去 那一边 小白和豹书牙远远瞅着 哎哟 原来是管仲来了 都吃了一惊 来到金钱 管仲大声地问 公子 急急忙忙呢 这是干什么去啊 回去奔丧 小白回答 这也不知道是奔谁的丧哈 奔丧 公子就比你大 该他煮丧啊 这样您等等吧 让他先去 管仲这么喊着 他也不知道煮谁的丧 反正啊 就这么一说呗 这糊里糊涂的一对话 小白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转头去看自己的智囊 报书牙 管仲 我们如今各位其主 废话少说 你快走 再不走 我就要动手了 报书牙也不客气 虽然他平时都听管仲的 管仲对他来说 就是两个凡事 他也知道 自己耍心眼 是耍不过管仲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人多 我不如来直接的 各位其主到这份上 可千万不能再谦让了 管仲回头看了看周边的形势 自己带来三十胜战车 对方呢 差不多有一百胜战车 真要动起手来 自己肯定要吃亏 到时候再是第一个逃命 那就十分不好看了 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 虽然报书牙是自己的粉丝 简称管饭 但是各位其主的时候 这报书牙也不会客气的 没办法 管仲是个聪明人 只能调转车头向后撤 不过走了没多远 他突然在车上拿起弓搭上剑 一转身就向小白射过来 管仲这剑术嘛 说起来还是很高明的 距离又不太远 好吧 那一支剑吧 就不偏不倚 嗖 插 郑中小白胸前 小白惨叫一声 口喷鲜血 直接倒在车上了 观众看了哈哈大笑 一边笑就一边急忙驱车而去 身后三十胜辱国的战车 也跟随而去 是啊 这个时候还不跑 等人家反应过来复仇 一百胜战车冲上来 直接就把你给容了 这管仲一边跑 一边还得意洋洋的自言自语 争 让你去争 去死吧你 现在自己辅佐的公子鲠 就可以稳稳当当的 当上齐国的国君了 不过这一次 管仲失算了 这辈子或许他只有这一次 输给了自己的粉丝爆书牙 回头再说爆书牙 这边 眼瞅着自己的主公小白 被管仲一箭射中 这爆书牙是目瞪口呆 想不到自己这一次 最关键的一次 还是输给了管仲 欲哭无泪啊 辅佐了这么些年 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 就一箭射没了 没办法 只能恨恨的 看着管仲的人马越跑越远 直到在视野里消失 走远了吗 有个声音在问 嗯 这声音好像挺熟悉的 谁在说话 再回头一瞧 嗯 是小白在说话 爆书牙吃了一惊 小白居然没有死 走远了吗 小白的声音 清晰而镇定 不像是受了伤的人 哦 远了远了 小白一咕噜坐起来 手上拿着那一支射来的箭 哎呀 好悬啊 幸亏 这衣服的代沟挡住了这支箭 原来啊 那一支箭是射到小白胸前的代沟上了 没有射伤小白 当时小白集中生智 假装被射中 倒在车上 同时也避免了再一次被射 爆书牙就问 哎 那鲜血是怎么回事 啊 我把舌头给咬破了 爆书牙吃了一惊 真想不到 小白这公子哥 居然这么激进 这么果断 一瞬间的事情 居然被他想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人值得辅佐 现在爆书牙是 更有信心了 这边还没想完呢 小白在旁边 已经咬牙切齿的骂到了 这个禽兽不如的管跑跑 此仇不报 势不为人 好 这句话就为管仲将来 打下了伏笔了 说话之间 翻已经做好了 一众人马 匆匆忙忙的再次上路了 爆书牙和小白 赶到临滋的时候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一百胜战车 就在城外安营扎寨 爆书牙和小白洗了把脸 就赶忙进了城里 干什么去啊 串联 用现在的说法来是搞公关 当时在齐国 这小孩子都知道 有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呢 就是国军 两个基本点呢 一个是国家 一个是高家 人称国高二世 而国家不是指的是这片江山啊 是这个家庭 姓国 所以叫国家 您别误解了 国家和高家 这两家都是齐国的公主 也就是说呢 是江太公的后人 两家的祖先 都被周王直接任命为齐国的上亲 世袭名誉上亲 啊 那地位可是非同小可 国高两家势力之大 地位之尊崇 在齐国 仅仅次于齐侯 历届国军上任 都必须争得这两家人的支持 公孙无知 之所以干国军这个职位干不长 就是因为这两家 不肯出来表态支持 所以其他的大夫 才敢下手去干掉他 宝淑雅 当然知道国高两家的作用 因此一直设法和他们保持联系 在举国期间 时不时都派些人 送些土特产过来 联络联络感情 在这一点上 报书牙做得比管仲要好 管仲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 只是他觉得公子就排位在前 又有鲁国做后台 性格高傲 也就懒得过来巴结国高两家了 这一点呢 也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往往是这样的 越是聪明 越是有内涵的人 越容易瞧不起别人 越容易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而这一点呢 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会起作用 像报书牙这样的人 他不是不聪明 他很敦厚 但是往往是这种人 做人际关系 能做得特别好 所以后人就说 要做事 先做人 这一句话 一点不假 尽管一向的公关工作做得不错 但是报书牙知道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仅仅靠一点人际关系 靠一点人情 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理由 来说服他们 要有超人的计谋 来把握他们 从前什么事情 都靠管仲出主意的报书牙 这个时候 要靠自己来讲办法了 好在报书牙有主意 这个主意 管仲以前曾经用过 这个主意是什么呢 慢慢和您说 按照规矩 这个国家 是排在高家的前面 顺序可不能错 否则引起误会 就会有不必要的麻烦了 报书牙和小白来到了国家 拜会了国家的老大 国义仲 国老 小白我来拜会您了 公子小白很谦逊 开口闭口就叫国老 哎哟 哎哟哟 快快快快快来坐 公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国义仲也很客气 刚到 听说出事了 回来看看 这不一回来 先来拜会国老您了 小白这么说着 绝口不提争夺宝座的事情 好 好 这国义仲也不提 其实傻瓜都知道 小白这个时候回来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不提呢 因为这国老还没有决定支持谁 基本上 他比较倾向于大哥公子鸠 举国是小国 也没什么好孝敬您老人家的 我就带了一些那里的土特产牛棒过来 国老笑纳 小白说着 提上了一个口袋 整整一口袋的牛棒 这个棒子是草字头 加上旁边的旁 牛棒是一种举国特产的植物 哎 这壮扬的效果 非常好 堪称春秋时期的伟哥 哎呀 这么大老远的 哎哟 谢了 国义仲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从前小白就曾经托人带过牛棒过来 哎 这效果真不错的 但是收归收 还是不提国军继位的事 又吭斥了几句 小白和鲍书牙起身告辞了 慢走慢走啊 有时间 公子再来啊 国义仲一直送到大门口 多谢国老 一言为定啊 小白大声的说道 您要问了 这鲍书牙和小白的公关工作失败了 没有 恰恰相反 很成功 最成功的就是小白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 啥 一言为定啊 为什么说这句话重要呢 因为在这个政治敏感期间呢 每个政治人物的眼睛都是擦得血亮 血亮的 小白回来的消息早就被高家知道了 所以小白去了国家之后 高家的眼线就布在国家大门外了 看见小白出来 这高家的眼线就匆匆忙忙的回来复命 所以当鲍书牙和小白来到高家的时候 这高家的老大 高细已经知道小白和国家相谈甚欢 并且在离开国家的时候 小白还说了一句 一言为定啊 这样的一句话 什么事情是一言为定呢 我已经爱上你 我已经爱上你 也许多了一句话 也许多了一句话 也许你已经记在心里 如何解开这个没有答案的谜 跟着你的初期 拉近我的距离 怎么说出第一句 这是个好大的难题 与你的目光有过凝聚 和你的微笑有过交替 没有你的应许 我已经爱上你 也许你根本没有注意 也许你已经记在心里 如何解开这个没有答案的谜 跟着你的处境拉近我的距离 怎么说出第一句 这是个好大的难题 是个好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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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好大的难题